上百名集会者无视警告 昨天聚集在部城首相官邸外 罗列了八大诉求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如今警方已经限定了12名涉案人的身份 包括主办单位 近期就会传召他们问话 彻查这一场为国集会 吉隆坡总警长纳都鲁斯迪今天发文告指出 根据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9之5条文 召集人没有在10天内通知当局 可以罚款最高1万令吉 文告强调警方早已经警告 场地的业主禁止他人在首相官邸外的 公共停车场集会 不过依然有150人名玩不灵聚集抗议 还要求政府在半年内必须满足他们的诉求 包括降低柴油价格 确保本地百米供应充足 以及平等拨款给所有议员 这场集会最终和平落幕了 没有发生不愉快事件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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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p pa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